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生活工作的 所以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有深厚的感情 特别是我在国外滞留了二十几年的时间 在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 在海德堡大学任教 那么这二十多年的国外的旅游生活呢 是我更加坚信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真理 毛泽东思想对于当代世界有着伟大的现实的指导力 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讲错了呢 欢迎大家批评 这一点呢 我是有自信 我在德国有时候开玩笑的时候 我讲的也是没讲必错 但是呢 没讲必懂 今天做博告呢 讲话呢 也是这个样子 肯定会有错误 错了 请大家推行就是 那么我希望呢 通过我的讲话呢 大家能够明白我的意思 但是我的表达的水平呢 有限 也可能我想到的东西 经过我的口头表达呢 不一定能够完全被大家理解 所以我非常欢迎现场大家和我交流 有什么问题呢 大家当场提出来 咱们共同讨论 7月1号呢 是我们党建党90周年的纪念 胡鼎涛总书记呢 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报告 我非常认真的 从头到尾 仔细听了总书记的报告 这个报告呢 也给了我启发 也使我在讲今天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能够联系到 总书记讲到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总书记讲到中国 我们现在所从事的这个伟大事业 讲到我们今后还面临了一些要克服的困难和问题 我想呢 在应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毛泽东思想依然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有当代意义的话 首先对我们中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当然 同时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有伟大的指导意义 我想简单地呢 讲第一个题目 讲一点呢 马克思主义的阿贝塞 就是讲一下呢 阶级斗争学说 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理论 从马克思主义这一百多年的这个发展史 从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个一百多年的斗争史 我们看呢 阶级斗争学说是一个最基本的理论体系 最基本的理论思想 对这个思想我们不应该无所动用 从马克思说起 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为工人阶级写作了共产党宣言 那后来革命导师在他的序言当中说 这股宣言的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唯武史冠 就是说社会的发展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 是随着解决衣食住行这样的生产活动而发展的 那么根据这样一个历史维护主义的基本原理 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文明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 而阶级斗争到了这个资本主义时代 随着大工业的出现 随着工业无产阶级的出现 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 那就指出了一个社会的前景 就是消灭阶级 走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所以贯穿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理论线索 基本理论思想体系是阶级斗争 那么这是宣言的一个基本的思想 而这个思想用这个思想解剖资本主义社会 大家知道马克思提供了第二个贡献 就是剩余价值学说 那么剩余价值学说 也就是说资本论 它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 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 那么根据这个资本主义社会 是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 马克思深刻的揭示了 这还是要导致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导致人类消灭阶级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这还是讲的阶级斗争 那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统计 这两个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这个阶级斗争它的结果就是 阶级不再存在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那么从马克思恩格斯 从他们领导的工人运动 发展到后来列宁领导的 恶国的革命运动 到列宁主义阶段 我觉得贯穿在这个思想理论体系当中 一个最基本的线索 还是阶级斗争 列宁写了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解释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 那么根据这个理论的探讨 发展了资本论的思想 在资本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帝国主义论 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策略 那么这讲的是帝国主义时代 必然发生的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那么根据这个理论 根据这个发展了的剩余价值学说 发展了的资本论 发展了的 达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的经济学说 政治经济学说 列宁提出了一系列 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策略 领导了伟大的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干什么的 还是搞阶级斗争 还是搞阶级斗争 这无产阶级在实践上 实现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 建立了无产阶级端正 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 列宁在建国之后搞了七年 搞了想社会主义的过渡 这个社会主义是干什么呢 还是阶级斗争 列宁有维大的理论贡献 这一点呢 我在《乌忧之乡》写过一篇文章 说列宁主义需要重新定义 我写了很短的文章 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 大家知道 斯大林同志对列宁主义下了个很经典的定义 简单的意思说 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 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 原则 那么是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列宁主义 他昨天讲的是领导十月革命 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的政策 策略 斯大林同志这样说对不对呢 那当然是对的 那列宁一开始干的就是这件事 但是我觉得这个概括是不全面的 是不全面的 我觉得列宁和马克思一样 两个贡献 马克思刚才说了前面两个贡献 一个维吾斯官 一个圣律下的决策 列宁也是两个贡献 一个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 一般的规律 他的理论 他的策略 这是列宁提供的贡献 同时列宁执政七年 实际上是六年多 最后一年生病 他对社会主义的革命的规律 有非常深刻的探讨 有很大的贡献 所以我说列宁主义 这个定义应该修正一下 应该说列宁同志有两个贡献 一个是帝国主义论 一个是社会主义论 而且是社会主义 条件下要继续革命 那我这个说法有没有根据呢 那有的同志还批评我了 所以说我说的不对 后来呢 我就读毛主席第五卷 读这个论师大关系 毛主席就说 什么是列宁主义呢 第一 列宁在哲学上有很大的贡献 毛主席说的对 那列宁做了哲学笔记 后来写了《谈谈战争法》 对对于统一规律 对坚持唯物主义 列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所以毛主席说的很对 第二 毛主席说了斯大林奖民的道理 帝国主义时代 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策略 列宁供奖更大 但是毛主席还说了一点 说另外 他没有说第三 他说另外 列宁执政七年 对于怎么搞社会主义 也有很多的理论 也有很多的贡献 你看我的说法 两代毛主席早就说过 毛主席说的对 列宁主义我看 他说两个贡献 如果加上哲学 那说三个贡献 我想哲学作为方法 好像就像马克思 对哲学贡献也很大一样 那恩格斯也没有提这件事情 多重提到那两件事情 我觉得列宁呢 至少说这两个贡献 那么第二个贡献呢 咱们过去正因为不太讲 不太理解 所以后来对社会主义的事情 没有办法好 特别斯大林同志 这个毛主席不止一次 提评斯大林同志 就是对列宁讲的这些 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总体 对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建设的难度 理解的不够深 理解的不够准确 所以才出了大错误 所以毛主席到晚年 还说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 那么列宁这个贡献在哪里呢 就是列宁强调 在社会主义这个条件下 你光讲阶级斗争不行 你还得继续承证 无产阶级专政 他说你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是和涛斯提论战的时候 在领导十月革命的过程当中 以及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 列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那么这个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思想呢 列宁在他要写一本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政治和经济》 这个书的提纲当中有充分的反应 大家可以去看列宁全集 选集上没有 在全集上 这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说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新的这个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的继续 这个思想几乎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 因而想成 当然列宁创造在前 毛主席继承在后 但是列宁已经有这个思想了 但是过去我们不注意宣传列宁的这个思想 那最近我在《无有之乡》上看到一篇很好的文章 是陈恩傅同志和李伟同志写的文章 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 他写的很重要 就是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题目就是这个题目 这个话是列宁的话 列宁给社会主义下的定义很清晰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这是非常深刻的道理 社会主义是干什么呢 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那么一个历史阶段 这个历史阶段很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消灭阶级 过渡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那它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而且列宁同志特别强调 就马克思在各大高领批判里边 没有这个使用社会主义概念 而是叫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这都是有理论的道理在里面 那么列宁根据这个思想 所以强调社会主义是衰亡的资本主义 和生长的共产主义斗争的历史时期 因此在这个历史时期是充满了阶级斗争的 而且毛主义在文化大革命后 就在理论指示 做理论指示的时候 反复讲要弄清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 要弄清列宁说社会主义会存在阶级的那些原因 包括小生产啊 每日每时再产生到资产阶级啊 金管工作人员也会产生 一部分也会产生啊 工人当中也会出现问题啊等等这些 这些毛主义是读了列宁的书 然后用列宁思想来说社会主义的事情 这毛主义是认真读马列 学习了马列从列宁来继承 再来丰富发展他的无产阶级专门家 进行革命的理论 那么列宁讲恶国的这个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难度的时候 列宁讲的是非常深刻的 他是牢牢把握了历史唯物主义 来谈论社会主义的事情 他在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讲 就是恶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在这个落后的国家里边 搞社会主义革命 从之前这些民主主义干起到过度的社会主义革命 他说做这个革命起点比较低 容易干 容易发动起来 但是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要建成社会主义 难 列宁这个思想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后来他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 他就讲我们不得不这样退后一步 从战事共产主义退到新经济政策 为什么 就是因为恶国落后 我们无可能搞单一的那种国有经济 也搞不成 我们无论从工业的基础 还是从管理人员 我们不具备这个条件 所以列宁 好几篇文章都一再引用 1918年写的文章当中 列宁说的 恶国有五种经济成分 除了国有的 所谓公有制的经济成分 还有很多的私有的经济的成分 所以现在有些同志呢 很强调列宁这个新经济政策的这个意义 有时候还比喻成我们现在实行的一些政策 那么列宁这个思想呢 他是从恶国的实体出发的 是从恶国是一个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国家出发的 而且列宁看到这样一个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国家 无论是搞经济还是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机器 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比方说国家机器当中经常会发生万要主义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国安员的腐败啊等等 这样一个问题 当然那时候比较轻 但是这种问题它会发生 列宁已经看到了 而他坚持唯物使官 就是这些东西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它都是因为恶国落后造成的 所以我看列宁的书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有云的 这也是非常巧妙的说法 你看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社会主义的两半 就两个半个社会主义 这是一个德国的大工业 这是一个社会主义需要的大工业的基础在德国 那一半在那里 另外呢 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半在恶国 但是我们说恶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只能就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建立 恶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 但是如果就经济关系来说 就大工业来说 还谈不上 还不能说恶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 只能是在向社会主义活动 那么这个大工业的 这种有大工业基础的社会主义在哪里呢 它在德国 所以如果崔蒂宁老师希望德国革命成功 特别191718那段时间 德国也革命高涨 那么如果德国革命成功的话 这两半一结合就是一个很好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这个希望落空 德国的革命没有成功 那么恶国就要在这种小农的落后的 这样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列宁后来说 我们那个新京都政策退的差不多了 我们经过再努力几年 我们就能从新京都政策的恶国 向社会主义的恶国过渡 那这个话列宁讲的很有分岁 他说从新京都政策的恶国 向社会主义的恶国过渡 就是反而来你就可以理解 就是那时候列宁还不认为恶国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 所以这个列宁这个过渡思想 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是很明确的 社会主义是不可能一出而就 一下子的建筑 特别是对这个落后的国家来说 所以认为这样的落后的国家 因为它经济基础有这样的问题 有多种经济成分并分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因此在这个基础上 会产生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我们现在搞了这几十年 但是我们毕竟是从一个落后的小农的国家 封建的国家发展而来的 我们这方面的历史 遗留的残存的文化上的思想上的这种账卖 比远远超过恶国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借鉴列宁的思想 以列宁的思想来指导我们今天的工作 非常有限的事情 所以列宁实际上揭示了小恶国这种落后的国家 在建筑社会主义中 遇到了非常困难的建筑的任务 而这个任务总体来说 就他的本质而言 就是想办法通过大工业的发展 把社会主义搞起来 才能解决消灭阶级这样的理事人物 所以说到底 列宁牢牢抓住了阶级斗争四个字 所以列宁是了不起的 那么从列宁就到了咱们伟大名租毛主席 那毛主席从接受马克思主义 他给斯罗很早的时候就说 我就找过四个字 阶级斗争 一辈子毛主席牢牢把握阶级斗争 那么大家都知道 新民族主义革命 领导了农村包围城市 毛主席搞了一整套的理论策略 完成了这个理论创造 是毛主席的第一个贡献 这是干的什么 也是阶级斗争 是吧 那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么毛主席建立的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继承了列宁的思想 所以那个革命导师呢 他总是有继承有发展 你看列宁非常好的 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熟读马恩的书 理论功底非常好 那所以二十四岁就写人民自由那本书 就是经典著作 理论水平非常高 他继承的基础上然后发展 毛主席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毛主席一直到晚年一再强调东马列 自己带过东马列 这是革命导师为我们树立的很好的榜样 毛主席继承了马恩 继承了列宁 特别继承了列宁社会主义这些深刻的思想 毛主席提出了社会主义挑战下 无端业继承了列宁社会主义 还要继续革命 还要坚持阶级斗争 对不对呢 历史证明毛主席的意见很对 那这是一个很长的时期的一个历史阶段 在这个历史阶段 要必须高级着阶级斗争这个纲领 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毛主席呢 才从业宁那儿呢 坚持了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思想 在这个基础上呢 他就继续挑战推进 并且中国就要继续挑战推进 这个推进的理论基础在哪里呢 就是坚持唯物使惯 就是坚持从社会发展的水平 从社会的结构看这个社会的问题 看怎么进行阶级斗争 看阶级状况政治状况等等 然后我们怎么做 这是典型的 马克思创立的维吾斯官的办法 那毛主席揭示了什么呢 咱们有位同志写文章说 毛泽东思想的诸丰 就是第二个工权 那毛主席不是说我这一辈子干两件事吗 第一件是民主革命 第二件文化大革命 实际也就是继续革命 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 那么这个第二个贡献 毛主席最重要贡献在哪里啊 我提出一个观点来 我就说不懂1976年的毛泽东 就不懂毛泽东思想 那有些同志也批评过 毛主席呢 他早就有了这个继续革命等等 我看不是怎么回事 我们从和苏修论战 我们就看到了修论主义的问题 毛主席就看过了赫鲁晓夫要搞修论主义 再早一点说 毛主席在59年 读那个政治经济学教科师的时候 带着一帮理论家 是吧 毛主席 这个有很多的精彩的评论 已经看到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模式有问题 有弊端 那么后来经过苏修的论战 和后来经过苏修运动 62年之后 用他老人家的话说 重继阶级斗争 十三年后重继阶级斗争 这个社会主义 看来还不是一开始想像那样 生产资料所有制完成之后 这个资产阶级就消灭了 这个事就解决了 那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 是吧 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还会继续有阶级斗争存在 所以呢 那他当然对 烧旗同志 对其他一些同志有意见 那就是他这么这个思想方法 这个思想路线的对头 所以他要发动文化大分别 要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到这个时候 并没有说清楚 社会主义条件下 为什么会产生特权阶层 为什么会产生特权集团 为什么会出现求证主义 就是在批判赫鲁晓夫的时候 也没有说清楚 为什么苏联会出现 共产党推化变质的问题 说的是推化变质了 但是为什么并没有真正在理论上回答 就是九评也没有从理论上回答 比方说写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说他国家怎么变色怎么样了 但是还是没有回答 他为什么会变色 他这个党为什么会搞修正主义 就像最近我看到 张全景总同志写文章也说 苏联所以这个亡党亡国 就是因为出现了个特权集团 这样说对不对 对 但是还是没有回答 那接下来我就可以问你 那为什么苏联会出现特权集团 为什么苏联会出现特权阶层 为什么会发生特权垄断 资本主义资产阶级 谁回答了这个问题 毛主席 这就是毛主席在1974年12月26日 把总理叫到长沙 毛主席那时候经过一百天 一百多天的理论研究 说是休息 毛主席不会休息的 那一百多天在长沙认真思考 那时候已经文化大会搞了八年了 所以他对着总理 参了两件大事 一个是世界人大人事安排 第二个就是理论问题 做了著名的理论知识 就是关于资产阶级法权 八级工资制等等那些东西 这个理论知识是了不得的 他看到了社会主义 为什么会有私有关呢 为什么导员一部分 机关干路一部分 都会退化变质 为什么工人当中也会出现退化变质呢 为什么这些小资产阶级等等 这些东西都会起作用呢 毛主席发现我们社会主义建立这个经济结构 他还有资产阶级法权 资产阶级法权 能够带来生活资料的私有 而生活资料的私有 他不是说要拿钱 买泥买盐等等 那每个人都有这个生活资料私有 这个东西他自然会产生私有关系 那你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今天大家都很关心自己的工资 自己的房子 自己的汽车 这就是毛主席已经结束的道理 而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的干部当中 机关工作人员当中一部分 领导从这一部分 也受这个私有生活资料的影响 也想关注自己的这个私人的生活资料 甚至采取不正当的自己手中的权力 来捞取这个资料 这个问题就严重 这就会产生修正主义了 所以毛主席呢 七四年底他把这个理论指示拿出来 而且继续在探讨这个问题 到了七六年 他在这个中央四号文件当中 公布的他那些指示 又特别提出这个大观的问题 然后做到大观呢 有好房子 有小秦车 还有原品资本家 很厉害 搞社会主义革命 不知道资产跌进在哪里呢 就在共产当中 那么他就看到 结果就说大观为什么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啊 说他们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街上 那就是因为大大观这个利益大 那利益大以后 他就要保护这个东西 保护这个东西他不就会堕落成特权集团 所以毛主席已经看到这样的东西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东西 当然我们今天这个认识 实际上还可以朝前推进 今天还可以朝前推进 就是说他为什么做到大观呢 他就有特殊的利益呢 那大观和特殊利益不该化等号啊 那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委员不都是大观吗 但是他一是大家选举的 随时可以罢免二十只有普通工人的工资啊 他不没有小区车没有好房子没有服务员这一套吗 那么这个这个为什么在中国的大观有这个问题呢 这就涉及到我们建立这个政治结构啊 这个这个社会结构 他还带有就是啊 凌诈的人民之上 脱离人民之上 不受这个权不受人民这个制衡 不受人民这个制衡 不受人民监督的这部一部分 带有专制性质的权力 那他他失去了民主监督的基础啊 他走向了专制 这个在斯大林时代就有这种 斯大林同志本身一些做法就是脱离了党的民主生活 没有民主来建筑他 那么走向了一些专制的做法 而这个东西呢 他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 因为这个小农的影响 你想小农 马克思讲 是天然的专制的基础啊 所以我们一旦建立起国家机器来 这个东西 基本上当然我们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这个无产阶级国家机器 但是他有他有连连上了一些专制这些啊 旧社会的一些弊端的东西 而所有会连连啊 遇我们啊 这个国家的国情落口 遇我们每一个啊 这个公民或者我们每个执政者本身 他这个世界观他还不完全是无产阶级的 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 而再有浓厚的小农色彩有关系 所以他不知道他这个权力是怎么来的 他觉得这个权力是我的大江山坐江山 那所以我就可以凌驾在人民之上 他不懂马克思讲的那些道理 不懂毛路去讲的这些道理 而这个东西一旦有了这个东西 他没有制衡的时候 那他捞取特殊的特殊的利益就有了可能了 你想我们这个铁道部最近 揪出来这个刘志军 我想用这个情况 那肯定是没人制衡的 没人揭露的 那么他就开始弄了 那么收刮了弄了 当然我们现在 那么再反过来 出现问题 我们反过来再制衡的 再来解决的 那就是反弹 可能在反弹之前他没有制衡的措施 所以这一点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不就说 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腐败 而且他解释这个腐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权力的制衡 这个解释对不对 这个解释是对现实的正确的反应 事情是这个事情 事是这么出来的 但是该怎么解决 这位领导人他没说 咱们该怎么解决呢 还是毛主席的意见 那就是说社会主义挑战者有这么个问题 所以呢 我们要进行阶级斗争 我们要抓住阶级斗争的反弹 那随时来清洗我们这个党 清洗我们身上的污浊 是个党不要变严肃 同时呢 在这个阶级斗争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确立新的制度 使人民群众更多的 有更好的机会 更多的机会来参加国家机器的管理 来制衡我们的官员 使他们不要凌驾在人民之上 滥用人民给他的权力 成为专制者 成为特权者 把他的特权要给他解除掉 那么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所以用主席这个思想来考察呢 就是说 一方面社会主义必然要产生问题 另一方面 因此我们要做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我们要牢牢忌认 还要装阶级斗争 这四个次 要不断的整对我们的党 另一方面呢 通过这样的阶级斗争 推进社会的改革 就是现在我们讲的 经济改革 政治改革 这次总书记 不是在一号又强调了政治改革吗 对啊 政治改革 那就是要把这些专制的东西改革掉 那激进兵部通知又加了一句话 民权为民所富 对吧 这还是强调 今后大家 你做观众要想到 权力是人民给你的 你要为人民服务 而且人民有权力监督你 那么这样呢 一方面通过阶级斗争 能清理那些腐败分子 另一方面有缺利新的制度 使这个制度能够更好地制约我们的官员 不要走向凌驾于人民之上 凌驾于社会之上 成为新的剥削阶级那样的统治者 这就能解决问题了 所以毛主席这个贡献 这个第二个贡献是了不起的 这个贡献不能丢了 这个贡献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 根据社会发展的水平提出来的 必然存在着这样的阶级斗争的现象 而且只有通过阶级斗争 并且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 通过这个通过政治的经济的各方面的改革 把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推向前进 这样才能逐步地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 因此外呢 我讲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 从马克思到列宁到毛主席 一脉降成 牢牢抓着阶级斗争四个字 牢牢抓着阶级斗争为刚 这是一个正确的路线 只有这个路线才能引导我们社会主义革命 从圣地走向圣地 这算讲的第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我讲的 大家是不是听明白 明白 我讲的不一定对 那个讲错了 同志们提醒 太对了 是 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 就是说毛主席的第二个问题 我们要把它搞清楚很重要 非常一线之一 那么我再讲第二个问题 就是从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特别通过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 看毛主席第二个共产的伟大问题 可以说毛主席的第二个共产 代表了我们中华民族对世界的伟大共产 因为什么呢 全世界没有解决社会主义怎么搞的问题 社会主义怎么搞啊 苏东没有成功 苏东这后社会主义都失败了 现在都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了 苏东到现在 欧洲的共产党人到现在 也不知道社会主义该怎么搞 刚才郭老师说 你在德国待了那么多年 你可以谈谈德国欧洲那边的 这个共产主义理论啊 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状况 我在那参加了德国马列党 一开始参加那个德国共产党 那么两个嘛都是共产党 那个德国共产党是里普克内西他们原来庞典的党 这个党呢 原来挺像一个小户那一家 不站在我们中国共产党这边 这个马列党呢 它是站在中国共产党这边 但是这两个党子小的可怜 一个才两千多人 一个才五千人 和我们说八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 不可能相比 而在德国的话 在政治上无足轻度 啊 无足轻度 那么我在那儿接触到欧洲的这些 所谓马克思主义 包括什么现在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派 他们的水平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义无法相比 他们根本不知道列宁主义该怎么发展 他们有的像我们的党学生 还是学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 三个组成部分 还是学那个最起码的知识 但是 我给他们在党内这个支部生活 我说提出来 我说有两个问题你们没有回答 第一 当前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你要回答当前这个整个的时代 什么性质 你们都没回答出来 这是第一 第二 你们没有回答 苏宗社会主义是怎么失败的 为什么失败 你回答不了为什么失败 你就也回答不了你将来怎么建设社会主义 就是把政权给了你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还会 像原来那样还会搞垮了 那么谁回答了苏东的问题呢 我认为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才能回答苏东 为什么话 实际上苏东法台 现在讲斯大林主义也好 讲他特权阶层也好 讲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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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尔巴乔夫叶利勤的判断也好等等 讲这些理由都还不是最根源 最根源就是毛主席指出来的 他建立的这个社会主义模式有问题 他的大官就是有特权 他就是脱离了人民 那么这样一个国家 我概括他三句话 政治上专制 经济上僵持 思想上潜质 这样的社会 人民不喜欢 一头也没有 你说有好生活吧 没有好生活 你说政治上当家做主吧 又不当家做主 有那个专制的那个党在那里去作用 你说言论自由吧 那那那雜事什么都不允许看 也不允许随便出版 那么这样的假社会主义 人民怎么能喜欢呢 这就是他垮台的根本原因 而毛主席反对的就是不能建立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毛主席包括搞文革 他设想的就是人民群众自己起来管理这个国家 这也是列宁思想 全体劳动人民起来管理国家 毛主席不赞成人做了大官了 就忘记了人民就搞特权了等等的 那毛主席也主张搞民主 甚至要搞大民主 让人民群众不断的起来批评我们的官员 帮助我们的官员 各不作物各不缺点 那大家共同来建设社会主席 毛主席搞经济建设呢 强调三接合工人技术人员 是吧 这个领导干部一块来搞 那所谓安刚建法 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热火朝天 那又有个雄心壮志 所以这个什么 两弹一星啊 什么这些东西 都是这时候搞出来的 那毛主席是否搞出来的第一 这最近 什么当时九十周年纪念当中就说了 那搞出来的第一多了 第一辆汽车 第一架飞机 第一辆汽车等等的 那怎么搞 那就是新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办法搞的 而苏东 苏大林是否还尊重劳动群众 创造 那越到后来越要僵持 越到后来这个特残社会越明显 那这样的社会主义 当然人民群众不需要了 人民群众不喜欢 所以就抛弃了这样的社会主义 假社会主义 真修正主义 所以毛主席这个理论 对世界他有指导的意见 今后要搞社会主义的话 应该按照毛主席这个思想来搞 不断的对这个社会主义这个框架 社会主义的结果进行改革 不要搞成苏东那样的社会主义 搞成那样的社会主义 失败是必然的 苏东就是很好的反面教材 所以呢 人民比较也东西德一个玻璃墙搁着 那西德这边尽管工人阶级也没有执掌政权 但是总是生活比较好啊 有房子住有汽车有采电 那我到东西德看那时候看黑白电视 商店里边的东西萧条的很 那一对比 所以那个东德他是越过玻璃墙要朝西德跑 你说人民反动吗 那不是人民反动 你不能要求 他看人民的要求很实际啊 说哪里生活好他到哪里去 你东德那里他感觉不出那么多优越境来 那他当然他就朝西德那边跑了 这是人民的对比当中选择 所以有时候我们笼统地说 哦这个苏东社会主义垮台了 资本主义复辟了 这种结论有时候都下的简单 他垮台 自由他垮台的历史原因 历史总是曲折的进步的 你不能说人民选择这个反动的 选择这个倒退的东西 所以这个也值得认真的思考 这种实际上给我们提供的教训 我看起来提供教训 就是因为斯东搞这个社会主义不好 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而毛主席搞的这个社会主义呢 那就有高出资本主义的地方 我在那儿呢 生活了这二世纪呢 我就深有感觉 对比啊 不是对于毛主席时代 对于现在德国 包括那个社会民族主义 像谢涛他们很欣赏的瑞典那些国家 也包括对着我们现在 这三十多年搞的这个中国的社会上 就我个人体会 还是毛主席那时候真有高免的东西 然后你比方说 刚才讲这个经济生产 啊 经济工作 是啊 经济工作是中心 这个是中心可有个怎么做法的问题啊 有个怎么抓法的问题啊 那毛主席那抓法 那真是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啊 作为国家主人大家一块来搞生产 把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也都调动起来了 你看现在 谈起当年的那些 啊 搞火箭 搞导弹 搞原子弹的那些科学家 和那些科学工作者 是吧 多为妄国牺牲的精神啊 那个精神可是高工资金钱换不来的 你今天听起来 他们那些世纪讲讲都让我们今天的 啊 听着都要掉泪了 那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精神 一种共产主义精神 西方有啊 他到现在也没有 他还是靠 这个金钱 特别是要给你搞工资 要靠这个东西啊 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有才能的人 因为工作岗位没有 啊 他读完了博士 到博士后以后 他只好改行 也没法发挥自己的作用 那我的孩子有两个现在 在读博士后 他们都遇到这个情况 那有一个是搞天体物理 那他现在跟着霍金 去做博士后去了 那他是很幸运的 当然他也成绩做的比较突出 但是他的好几个同学 就是因为找不着位子 也只好改行 去做别的事情 去打工去 这个是资本主义的弊端 我们到到德国去到西方去 你看那里公民的素质很高 德国人的公民素质很高 那你要是哪里走路走迷了 你开着车的话 他直接就带着你 领着你走 因为这个语言 就是不太容易沟通 讲路很困难 他说也不用说了我带着你走 这方面都做的是相当不错 但是 比起我们的雷锋精神 比起我们的王杰精神 比起刘英俊精神 那包括比起门河 那还是不行 那咱比他还是高一个层次 咱们这个人和人的关系 就像咱现在总是进了华说是和谐 那毛主席那时候就是和谐 所以咱们的干部能出交云路 能出这样的一些和人民的知识 全境全境为人民服务的干部 西方的光阳能做到吗 他现在还是做得到 当然他用虚伪的民族 所以他见了老百姓都很客气 很珍重一般的公民 但是他绝没有说像交云路统治那样 让你全物身心都为了人民 把自己的生命都不顾 他们还是做得到 我想他们那个打球运动员 我在这里因为我是平方球运动员 出生 我带着孩子一直在德国国家队打球 一直打着欧洲青年冠军 上次大运会在北京举行的时候 德国队四个人 我们家出了三个 我是教练 家和老大老二 然后真正一个德国孩子 我们组成德国队 所以我对德国平方球很了解 对那个大运会跑那个鲍尔 那从小给他一块带起来的 然后我们中国国家对好多队员 也就帮助了他 那个当时陈子鹤 我们这个女的世界冠军 和她的丈夫去增财 就非常多的帮助了鲍尔来 帮助鲍尔训练这个拉股圈 但是那儿的体制和我们国家 过去乒乓球队女排的那种拼命精神 那这非常不一样 那不一样 那我们这个是为了一个集体 为了国家在那里训练 为了国家来争光 这个观念很强 而那个地方全是个人 你想找好的陪脸你得有钱 你就要让人陪脸一小时得给钱 而我们国家有好多走在世界冠军前面的人 然后当时帮着装作总给脸 模仿日本人 你这个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干出来 这个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干出来 所以我现在听着有的有名的运动员 一打了球得了军牌得了冠军 你就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 哎呀我是非常反弹 我觉得我们这么一个还不够富强的国家 还不够富裕的国家 你说我们能提供那么好的设施 给这些培养这些运动员 配备那么些教练 配备那么些助手 配备那么些培电的人 帮助他 他才能成长起来 打了世界冠军呢 就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 不符合实际情况 你要在西方你这么说倒也罢了 你在看中国这么说你倒也没良心啊 你不用穿觉悟了 所以那时候张作动他们到国外打球的时候 到那里不仅球打得好 而且把我们中国人的那种精心面貌带了起来 你比方说我们那时候当然考虑可能也是简单一点 但我觉得也至少不必去扫定他 人家住在旅馆里面 打完了就回来 还帮着服务员整理卫生啊 整理什么 这个西方人看来是不可能的 这干活就是我们服务员的事 你们是客人 你们交了钱了 你们怎么还能干活呢 但是我们就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来的人啊 我们都是人情平等 所以这个西方人他 哎呦这个毛泽东不断要在中国搞的这些 所以到六八年时候为什么欧洲那时候也搞公益运动也什么 这是毛主席不仅在中国说是神啊 那欧洲人觉得毛泽东也真是了不起 改天换地啊 真是改天换地 这毛主席干的这就是 我就说当代意义就在这 毛主席所以我有一天我一张想 毛主席才是当代最伟大的社会美国家 毛主席真是气货宏大 真是要搞一个新天地 搞一个新社会 所以这个新社会才有资格说超过了欧美 别看咱的生产力不如他 但是人的精神变化比他强 社会关系比他强 那 所以我说毛泽东思想他有当代已旧的人 本来说淫灵世界潮流谁淫灵啊 毛主席淫灵 那可惜谢涛这些读乳式的人物 他就要臭毛泽东 他也不懂毛泽东 他也不懂马力 他还说毛主席不读自备论来 他根本读不懂恩格斯那些那些教导 他还说恩格斯满年放弃共产主义思想来 包括那个辛子玲统治 是不是 还是共产党员说那些乌乌兔兔的话 但是不知道毛主席这么高 他一个小人物他看的老是看不清楚的 世界观有问题 立场有问题 他得出的结论自然不清 所以毛主席这个思想 就是关于社会主义这个思想 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党一定不能丢了毛泽东思想 一定要继承毛泽东思想 发扬毛泽东思想 发展毛泽东思想 所以这两天我就反复讲 董事记提到的报告里提到这些社会问题 我想 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社会问题呢 我就想 答案呢 还是在毛主席里面 那 都谈到腐败的这些问题 董事记也谈到了 那这个原因 社会的原因 它的根据在哪里 还是毛主席揭示的道理 那么董事记也讲到 我们现在在今后的一个奋斗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根据还是在毛主席讲的道理里面 还是在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里面 如果丢掉了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 你就老是浮在这个表面现象上 你找不到这些现象的根源 你也找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真正的根据 理论根据 或者说你就没有了钢 你就没有了一个方向 这个就是三个社会状况 毛主席时候的社会状况 现在欧美资产阶级的社会状况 我们现在实行这个改革开放以来 这些社会状况 做一个对比 你就能看出来 毛主席设想的 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模式 是非常高明的 而且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 验证了只有到毛主席的指示办 我们才不会重蹈苏东的负责 我们才有可能避免这样一个危险的前景 而在未来的世界当中 毛主席如果说毛主席的思想在我们中国落实 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 那对全世界的意义那是非常最大的 因为你搞出了一个很好的社会主义的模式 那今后世界各国它都可以学习中国模式 来走向社会主义的光辉的明天 我想我今天主要就强动这些东西 这个讲错的地方呢 请大家提醒抵振 谢谢大家 但是这个建设和理论研究还是不够 所以我想过来来讲一个小看 那么像这个讲座呢 从这个 从马克思列营一直到毛主席 出了一个理想的问题 说的是非常厚的 那么 我先提供几个 就是 就是 你谈到的说王主席建设一个非常好的社会 然后呢 这个 认为呢 实际上它 比这个 现在西方 还有这个 当 以前前四年 高过现在 都各样高 而且提出了就是说 是这个 要有 要有更好的这样一个制作 就是 但是现在有人 也有些网友 这个 提出这个体系 他们认为就无法弄 只会失败 就是因为这个 呃 在这种网友要保好 就是实际上 作业群众来建设干部 这也是对的 但是呢 这个 呃 无法弄的这个 那个思路 和策略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它没有变成一个 没有变成 没有制作化 因为这是 无法弄之外的一个原因 所以你怎么看起来的问题 就是你 你当时 呃 你对这个毛主席 这些革命里面 做了一个很高的实践 对毛主席的实践 也做了一个很高的实践 那么 呃 但是呢 后来 怎么理解后来会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逆转性的变化 你对这问题 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我在刚才 谈到文革的时候呢 嗯 嗯 嗯 已经 这个多少回答了 这么一个问题 我本人呢 也有这样一个看法 啊 我本人 我觉得文革的失败 它 它是必然的 啊 我是持文革失败的观点 那些无产阶级 是通过实践 又反复琢磨社会主义的事情 最后总结出来 哦 社会主义这个体制啊 这个制度啊 啊 这个结构啊 有毛病 可是这时候呢 也没来得及 再在这个制度上进行什么调整啊 你说做这些工作嘛 有什么 革命委员会等等 那个好像主要还是 就是有些名称的改变 对于那个实质性的 内部的那个机制 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你比方说 就像中春制啊 啊 你像那个 党内民主的问题啊 啊 权力缺乏制衡的问题 这都是近年来 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谈到的问题 那不是我经常在这 是我们现在的执政者 都谈到的问题 那几个主要领导人都谈到的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 就文革解决上没解决 包括主席本身 在这个方面 啊 有些做法 有些什么 确实也不是合适的 你比方这样搞少奇同志 你 你 你合乎民主制度吗 合乎党内的纪律吗 但是不说少奇同志本身有问题 没问题 就算有问题 那样的做法 合适吗 这就是说 在这个制度上都没有解决 所以我同意这个意见 我就是正因为文化大革命 偏向于斗争 是吧 抓阶级斗争是对的 但是 打倒一切是不对的 而且我作为文革的参加者 我从66年 我今天下午回答清华大学的同学提的问题 我就谈到这个问题 66年的时候 我们没有很系统的理论 就是反对修正主义 反对走自败 重点是等走自败 什么是走自败 当时并没有很严格的政策界限 你那个搞土改的时候 你打倒土豪猎身的时候 还得有个政策界限吗 顾多少工人 他就是富农 什么情况是地主 什么是土豪猎身 走得有政策界限吗 你文革的时候 大家是为什么 你能弄了个保土外造反派啊 大家就是搞不清楚 这个干部到底算走自败 还是不算走自败啊 那么除了其他一些原因 但是在政策界限上 在理论上模糊不清 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能够达到一切吗 或者说要么一个也打不倒 要么一打就叫西伯拉 全都达到 所以毛主席后来也说 这个事儿就办得不好啊 他说三分错五分 这是其中之一嘛 两个大错误 达到一切 全面内战 你现在看五大领袖的水平 你现在看全国有许多投资的水平 当时并没有准备 没有理论准备 我应该搞一个继续革命 这个继续革命理论是什么样子 它的政策界限应该是什么样子 更没有一个共产党能战斗队 这个战斗队最后毛主席的指示说 这次不搞战斗队 那要比较文化在党委领导下 他也在总结 这些呢就是 郭老师刚才提的问题 我就是很对的问题 所以呢 我觉得现在 这次总书记 又一次强调 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本质 我记住这么一句话 而且说我们一定要进行社会主义政治体的改革 这是很有必要的 这个改革就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而且可以说阶级斗争最终要落实在制度的建设上 只有制度才能制衡人啊 有人说这个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有制度不遵守什么 不遵守他慢慢来反复斗争啊 你不能说 因为人不遵守交通规则 咱就不用管 红灯也开一开 绿灯也开一开 是不是啊 你干什么事情都得有法呀 都得有制度啊 制度一次确定不起来再来啊 再经过斗争再来啊 两次不行再来啊 所以这个制度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有些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 文革失败 只有文革失败 现在有些同志肯定文革 把文革全部都肯定了 我是不赞 我是不赞成这个金钱 特别在做法方面 像那样的残酷斗争 对一些老知识分子那样也打倒一切啊 像北大的蒋鹤山教授 包括吴涵教授 后来都自杀是吧 这样的错误 我们今天如果不能正确对待的话 那不是采取毛主席的态度 毛主席主张有错了就要自我提起了 但是如果吧 在自我提起的过程 在保定文革的错误做法的过程 在保定这个打倒一切全盘内战的过程当中 如果把无产阶级专业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把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也保定了 这就从一个偏向又走向另一个偏向了 我也是不赞成 所以我这一条态度也很明确 我是坚决捍卫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 因为什么呢 他是真理 他是对 他全世界都证明了 你说毛主席不对 这一条苏东怎么垮台了呢 最少说他九十年代垮台的时候 我给国内写了封政治通信 我就说 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的一定意义上 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正是苏东的垮台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很对很准确 是不是这样 我们现在还是尝试做一个交流 大家再找我朋友评论 我问一下小老师 小老师 我想让您听到一下 当前的政治局的改革方向 我注意到您刚才也听到 那个胡主席这次的这个 就是今天会的这个讲话 相信看到 他还提到政治局 我觉得党内可能是高层 是不是有不同的政治局的改革方向 我想让您给大家评论一下 好 谢谢 你说高层有不同的意见 或者有对这个方向有不同的理解 我想这是可能的 因为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余政生同志在上海一个讲话 说在我们政治局开会的时候都是各处基建 是民族自由讨论的 那么有人在 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理解 有不同的意见 这是非常正常的 这十个人 这十个人意见都一样 那是不可能的 那不符合实际生活 那人和人的认识能力 水平 立场 观点 世界观 都会有差别 在这种意见 产生不同意见 产生分歧 甚至产生思想斗争是很正常的 那你让我讲的再具体了吗 我 我觉得 这个就有点 太敏锐了 是吧 这不一定合适 就是随便去猜测说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之间这派那派我是不主张这样的 我文科一个教训就是 不去听小道消息就是中央现在说的不信谣不传谣 我是看大道消息 比方说我写了篇文章 朱镕基同志你说的是什么话 我不知道有人看过没有 你们显介一下 你们显介一下 那在那个《红色中国》那个网站上当时登了 因为他在清华讲话 在清华讲话 我觉得讲的有些话就是随便了一点 然后天天晚上看新闻联播节目不说些什么 而且说我今天就是讲给第三代集体领导听的 那我就说 我写文章就说 你怎么可以对待党的最高的喉舌 采取那么严肃的态度呢 你是个共产党员吗 你有意见你可以向中央反映 你说是为了第三代集体领导 你干嘛在清华大学说 你可以打个电话给锦头同志 说锦头同志怎么样做 对不对 你咱打电话不行 他打电话肯定请的 所以我不太赞成他那个讲话 所以我写了些批评几件 那对温总理有些说法 我也有些解读 那么比方说对重庆的做法 那几位中央领导人都到哪去了 大家都看到了 那个评价也都看到了 那么但是最近中央部的这位副部长 王副部长又说 他在谈不上什么左右的问题 就是和流行歌曲一样指这个爱好 我对他这个讲话是持批评态度的 坚决批评态度 我认为这种人没有资格做中间部长 这个话我在这也敢说 因为什么呢 中宣部长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长 这唱风歌不是唱社会主义吗 怎么能和流行歌曲就通知而语呢 我们就是要宣传社会主义吗 我们就是不能忘记革命先烈吗 这个唱风就是有方向啊 唱风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啊 你中宣部的副部长 你又不是国民党的副部长 所以这个讲话我是非常不赞同 我也写非常不赞同 我又写坚决罢了 这位中宣部副部长就惯了 好 好 好 民党的副部长 全是副部长 是啊 要是由列宁同志讲过 罢免权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罢免权就没有监督权 我们要实行罢免权的话 我就写这个文章 这就罢掉这位中宣部副部长得管 我希望胡鼎涛同志管管这个家伙 你说唱风歌 你看我们现在听唱风歌 多么受教育多么受感动了 就像我在海外 我看着五星空旗升起来 我就掉泪 所以我对邓雅平什么正式同志都非常赞扬 真是为我们社会主义争光 它不光是中国争光 它是为社会主义争光 我们无数革命先烈 为了这个新中国牺牲了生命 我们今天唱风歌是要搞这个事业 不是个文艺欲落 不过明其妙 中宣部副部长 党要管党 我这个不是说气话 我是有政治原则的 这种事不能让步 我这个共产党人 虽然把他是兄弟子 我也得说这个话 好 还有点朋友有点 我们就回答网上的题 有一个网友叫业以沉默 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请问向教授 重庆军院很多老百姓都称赞 很多中央高层人表示肯定 我们国家 下一步有没有可能在全国推广这种做法 这网友有点具体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先向上 能不能拍一下 这个重庆 把重庆经验做重庆 再看吧 就说来话长 从文革当中 我对那个打倒一劝 我就不赞成 还不说我高明 1968年的时候 我在济南 在那个黑武权旁边 我就和山大的头都辩论调起去 我就去老同志说话 虽然我坚定地站在造反面这边 而且一直坚持到76年 跟着毛世纪 战斗到最后 最后清查的时候 我也被批判 也被清查 但是老同志还是了解我 神经的老同志一直对我都挺好 我不是那种极左的人 是讲道理 就像我刚才发了一个感慨 由朱镇基同志来说 我今天是带着这个程序 带着义奋 我确实是 碰到这种东西 那不能不起来 要扑而爱起 要跟他斗争的 那么 涉及到这个重庆这件事情呢 我就要讲 从老同志讲去 这个就涉及到 一个习近平的爸爸 习近平 一个习近平的爸爸 习近平 一个习近平的爸爸 我是非常敬重这二位老人 不容易在哪儿 两个人都受过迫害 但是到晚年 对毛主席 忠心不贬 这就是了不起的 无产的革命家 作为这两位老人的后代 大家可能也知道 习近平的经历 也知道习近平的经历 我觉得 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个可能性还是 可以肯定的 还可以寄予很大希望的 那至于 这个走的情况会怎么样 因为这个在 这个政治很复杂 和我们作为一介平民在那里 发发议论 毕竟不一样 是不是 我们不是在这个位置上 管理这么大的国家 是吧 党内的这个各种思潮那么复杂 那么 他们都是些政治家 这个处理起来 他和我们从理论上看到 有时候发发议论 反正我们发发议论 发错了 也对这个国家没有太大的影响 我们讲这个 有时候也 意思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这总是不太一样的了 所以呢 对他们呢 我就是要 还是要实事求是的 进行评论 我学过一篇文章 这两个人我都评论 一个是我看薄熙来 之政 一个是我看习近平接班 哈 还评论了他的 这个令尊 哈 我们的七子习仲勋 我对习仲勋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啊 因为毛主席在评论党的人物当中 唯一的评价 说是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掌握马克思主义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那只有评论习仲勋 没评论过第二个人 讲的这么高 而且他受迫害之后 七四年毛主席还是去习仲勋讲的话 东西是个好公子 为党做了很多工作 啊 我说那句话也是泛指啊 啊 刘志当然不说也没有公开出版吗 啊 这不是一长阳错 一长阳错的 一长阳错的 当时也没有解放中心同志啊 啊 但是主席这个话是留下来了 啊 而且西中心同志 在文集当中还引用了 在这个后集当中引用了毛主席这句话 所以他非常尊敬 就在萧山的提词 和这次习近平到萧山去对毛主席三举功 所以那个179毛文件 那个辛子凌这种糊涂的药名 还拿这个东西向中央生变来 还把谣言当真实 所以 啊 这是辛子凌这没政治水平啊 是吧 看不清楚这个事 那么 那波西来同志也是这个样子 是个相当有能力 相当有锋芒的一个政治家 那初少年之后两个人都经历了一些曲折 啊 就是这个这样的实际生活锻炼了他们 所以 那 那 我是处于 好像当中间的状态 那 那有能力去改良主意 我觉得我没什么改良主意 那 那 你把这个同志还要一棍子打死吗 你还看不 是吧 对 对 所以人家还 他还认为就是 就是 简单去扣房的话 帽子那样去处理 我那样不一定得到 但是呢 这个 也要按照国际格说的那个 我们不能靠救世主 啊 我们有什么意见也要向他们反映 不同的意见 就像刚才我抨击 这个中宣部这个副部长 该斗争就得斗争 就是将来他们不把这个路线的进行调整 我们该说的话还是要说 因为什么社会主义事业是大家的事业 我们人人都有责任 尤其对共产党人来说 这义不容辞的 啊 所以我对 何其来同志呢 他现在做这些事情是采取坚决支持的态度 那同时呢 咱们 推动他 希望他更坚定的 走这条正确的路线 啊 所以我不在 包括小平 我加个小平同志 有的同志都 都讽刺我 啊 你看 你那个亲切劲 还小平同志 还金涛同志 哎 这毛主席最后 批判邓小平说 还是说小平同志是内部矛盾 啊 他不赞成开出党籍吗 如果处理得好 也不走向反面 不走向低过矛盾 那是在四五十年之后呢 那毛主席已经做出榜样来了 那我们怎么能够违背主席这些做法 这些教导 啊 就飞得不走平 你这该万死什么 我说那 主要还是弄清路线是非 不是我们想打倒哪个人 我们争 主要是争路线 争道理 争这个 怎么建设这个国家 这才是我觉得是个正确的态度 我不知道我的意见 反正我是很坦率地讲我个人的意见 我觉得罗沙鲁森堡的意见是应该重复重 那么当时在这个维国战争那种特殊的阶级斗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 那么列宁处理那些事情呢是有列宁的道理 但是呢罗沙鲁森堡的关于这个 就是坚持无权阶级端正等公有无权阶级民主这样一些基本思想 而更能走向党端治这样一些思想 它是有历史压制的 而且后来斯大林所办的严重错误 证明了罗沙鲁森堡对这个问题的谈讨是有道理的 那么这个党不能凌驾于政权之上 列宁的话很明确 我在文章当中最近那篇文章 这个文章也不好发表了 因为有些话太敏感了 那个题目叫重新认识毛泽东 重新认识邓票平 其中我就引用了列宁的话 列宁说苏维埃高于一切正当 那就等于换成中国话来说就是 人党高于一切正当 包括当然包括高于共产党 因为列宁说的话包括高于一切党 那当然也是高于巴尔斯维克 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 恢复马克思的这个本意 包括列宁的本意是很正确的 罗萨罗尔尊宝在处理那个 当时在处理那些 最起的特别不尔斯维克 夺取政权过程当中有些意见 历史证明是不正确的 才是做了自我批准 列宁同志才有那个说法 什么应有数比鸡 对的还低才有那个说法 这个东西不要混淆 不要混淆 在不同历史条件下 怎么操作这是一个问题 在理论的探导上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在理论探导的情况是正确的 但是你运用的场合不正确 那可能转变成迫复 但总结来说 我觉得罗萨罗尊宝对党内 在这个共产党执政的时候 要坚持无产阶级执政 而不能变成党专政 不能党执政 执政党这个说法都是值得考虑 你这个党怎么老是执政 人家已经说 从第二次说要代表大会 选举了法 所以可成为多数就开始执政 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为止 那么就说第三次代表大会 谁执政了 再选了 选上谁转谁啊 这是变军的思想 实际上这个问题啊 这个民主问题是大问题 修正主义的要害就是专制 你突破了专制 有人突破了专制 最近我想写写这方面的文章 因为这个劳派总是要有一个最低的斗争纲领啊 但是要团结起来反对修正主义啊 修正主义的要害在哪里 修正主义的要害在专制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要正确处理 社会民主主义那个派别 这个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不太赞成 有些不太准确 不太合适的提法 我觉得本来毛主席把这个事说得很清楚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罢 或者失去无产阶级专政也罢 反正我们主攻的方向反对的 主要的敌人 脱化敌人 修正主义 这个不应该动摇 你其他的口号不用发明了 毛主席说了路线是刚好 我们就搞路线 反对修正主义路线 主要的敌人就是修正主义 这修正主义代表什么 当然它代表一个官僚特权阶级 包括服用它的一些资产阶级 这不是问题 修正主义怎么产生的 刚才我讲这个理论了 那修正主义它产生的原因 就是这个结构当中 就跟你刚才郭老师讲 这个制度有毛 这个制度毛病 如果它正在专制 一旦专制它就凌驾人民之上 它就变成国学阶级了 那么你怎么解决为 把它从上边再拉回来 拉回到人民当中来 在人民监督当中为人民来服务 为人民管理国家 它就不会出修正主义 它就没办法腐败 它就没办法贪污了 大家都盯着它了 所以这个民主是科普专制的最有效的办法 民主制度也是最有利的武器 因为你说有民主制度它不自行怎么办 那不就慢慢来吗 总是这个民主制度资产阶级搞也搞了几百年 也是越来越完善 越来越有效的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那满门上无产阶级也要有兴趣 用民主制度来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如果说民主制度还不重要 到底你怎么感到修正主义 你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些特权者的这些问题 你光成立那个反弹局能解决吗 解决不了 还是得靠人民 这毛主是一个基本思想 而是对马术主义很重要的发展 就是群众路线 毛主义把马列都很重视这种群众路线的这种思想 最后毛主义把它搞成一个路线 叫群众路线 这是毛主义伟大的创造 那毛主义创造太多了 所以是伟大的 所以我最近写了个文章 毛主义使人不是神就在这 毛主义不是一般的人 要是一般人和我们一样 那当然你说的话说去吧 都对 毛主义是太伟大了 是解读的人啊 当然不是神 但是他伟大的是一般人 我们比不了的 在这个中心上你必须尊重的 现在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国家来说 不是把毛主义看中神 没有看中人的问题 而是没有看到毛主义是非常伟大的人 是我们不如的人 你再和毛主义比美 比高级气 那很愚蠢的 他要害了我们的国家呢 你说是不是人的水平是一个高级啊 非常感谢向老师今天做了一个很精彩的讲座 也是非常富有理论色彩 我觉得从中间国立这个形式上来看的 我觉得 左翼力量 是个女司公 飞行的那样一个力量 有直接高涨的那样一个趋水 这段时间的几年来 大家也都看到了 那么越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越是应该加强这个理论建设 尤其是从马列 毛流略的理论遗产当中 去寻找 去寻找这个我们的理论出目 没有问题不解决 我觉得实践当中就一定会出乱 但列宁曾经有过一句话 叫做没有革命的理论 没有革命的行动 而中国革命的实践来看的 就是说 也是西民主义 革命的搞得这么漂亮 对这个西民主义 发展得非常完善成欢 那么社会主义革命的中间 它建立了一些波子 也对这个理论在一个 逐渐探索过程当中 对于开始不完善 也是有条件的 那么今后呢 我们要走向 社会理论出行力度 还是要加强理论方面的探讨 理论方面的学习 像老师今天这个讲座 我觉得在我有平常的讲座当中 理论算是比较浓的 而且呢 提出了很多很好的理论体 这个呢 都为我们这个今后 这个我觉得今天这个讲座 是开了个头 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在理论方面 继续去探讨 继续去研究 继续去研究发现 有点拖析 我觉得 如果能够形成一套 完整的理论 把理论是有一个复兴的一种 也就是希望 如果这个理论没有通过 我觉得 真的等到高潮到来的时候 就会陷入一种困境 所以人家不知道 谁能不知道 什么方法就走 那么所以我觉得 像今天这个讲座 非常有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次用掌声 向上去表示安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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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